這個課程是內容是文旦產業輔導及這個產銷履歷驗證 那我們邀請的講師是那個農業署冬季分署的那個張炳宏老師這邊來幫大家上這個課 我們那個張老師他在分署是負責這個果樹產業還有這個產銷履歷的部分 大家如果針對產銷履歷有問題的話都可以跟那個張老師這邊請教 那我們就來熱烈掌聲歡迎 各位學員大家好我是東區分署那個張炳宏 那首先我先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就我本身其實是我剛剛看到今天參訓的名單也蠻開心的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雲林人雲林土庫人 那我今天看到好像也蠻多 也是很多我們訓練的朋友過來我們這裡也很辛苦這樣 我過來花蓮差不多兩年 現在剛才我們訓練這邊在做服務 我講台語OK嗎 對 因為我以前在訓練要做工具都是習慣說台語啦 還是說今天因為我們這邊還是有其他的那個親朋好在 所以說可能我會國台語穿插槍 因為我講國語會有一點 會不會練懂 講台語比較順 今天就很開心說我們跟鄉長請我來講這個科 因為我們一個是要說產銷履歷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的產業比較特殊就是我們是有 就是在文彈柚這個部分 所以我額外補充一些全台灣試用的就是在文彈柚 或者是果樹產業可以輔導的一些政策給大家知道 因為可能大家對於各個分屬的業務 或是說可以去找尋的資源 我們不一定都會 全部都知道 所以我今天是給大家先做一個補充 沒手會給大家報告產銷履歷的申請 主要我們今天要講的有分做7個補充是 文彈柚的產業輔導措施各有產銷履歷的認識 跟如果加入產銷履歷跟產銷履歷的好處 還有比較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相關的補助措施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是全台灣的文彈柚種植狀況 目前我們全台灣差不多是三千九百二十二公斤 那最多的就是我們發了我們台南的馬刀 我們去年的總數獲量是七萬零八百一十五公噸 這是我們發了我們這邊目前的總 這是最新的資料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差不多 以我們最終來說是六百四十二公斤 產銷履歷是總共做到八十一 那玉璃這邊是九十九公斤 產銷履歷是三十五公斤 平均起來大概是 以以華人觀來說九百四十公斤 裡面產銷履歷是八十五公斤 差不多要割一千 但是我相信應該馬刀跟我們分林 交流班這裡應該 那個比例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以前也是九十五公斤 所以那邊總共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水果外銷的補助措施 這部分可能會對我們農民端 我們會覺得說我是在製造的 如果沒有製造的外銷 這個部分是對某一雙出口上這個部分 我相信現場的 栽培管理這個部分 剛才的劉淇添老師 都有跟我們做一個很清楚的介紹 那這個部分是要額外 我要跟自己說的是 我們今天我們的國園 如果我們做得好 我們今天可以去找外銷 去外銷生產供應鏈 去把我們做一個外銷公國園的登錄 所以我們去年開始 在中國大陸的部門有做這個經驗 但是其實我們香港 新加坡 還有其他的地方 其實也是都慢慢弄來出口 以華人來說 我們上禮拜收到的消息是 因為現在有一些業者已經來講 要開 開始有在 有在 要在 就是在那個 要出香港還是新加坡的部門 這個部門都有了 所以這個部門如果我們做得好 還有做產超履歷 其實我們還有買手 還有一個 配合 某一雙有一個外銷的出路 外銷公國的登錄是說 是業者跟農民有簽一個海遊書 有業者去外銷公園去登錄 我們就是說 例如說張秉鴻 解流班 做一個庭 賺多少名職 他幫他做這個登錄 還有 全部的東西 上來管支 心者以後 我們分數通過 這就是直接控管的名單 像 我們 我們是說我們做這個部門有什麼用處 我們 我們已經下了去可以做出口嗎 其實也應該是說要看市場的部門 但是我的記憶就是說 這麼多 潮心要去中國大陸去登錄 因為那時候天氣以後 農科院他知道說有這個狀況發生 他們做的農 他們就是肉 他們就是家裡有做這個供應單 他們還會轉來農企業 這變成說原本要去中國大陸出不去 但是你有登錄名單了 他們就開始在好那個 農科院的平台 農科院的平台 變成說百分之籠的農友去做這些提供 因為去年的總統 我們大家都知道 比如中秋三天 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天氣的影響 可能一些國品的品質也是有點不太好 所以去年大家也是都不應該 就那個都要請問過 在外小的部門這個部門是算是政策面 我們的外小是說 我們獨了做外小公園登錄的自主檢驗之後 其實我們的東西跟自貨包裝場的時 不管是說農政策還是說地方政府 他們都會幫我們做這個抽樣 抽樣結果OK 符合我們的外銷國 看是我們是要去日本 新加坡還是加拿大 加拿大可能機會比較小 就是符合他們出口國所要的用藥規範 這樣子減低風險之後 邊境就會做一個放行的動作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會額外補充這個是因為這個前提是 大家最好都是有做產銷履歷的驗證 這樣子在各個關卡的部分 其實通過的機會 或是受到一些資料的一些補件 機會就會比較少一點 這部分就是為了鼓勵業者 幫助我們農友做外銷 所以說有做一些相關的補助 我們希望說因為有這些補助 除了我們農友在自己做直銷內銷之外 那個業者也可以在我們的產區 直接拉我們的國去做出口外銷這樣子 就是把我們的供應端從內銷改到外銷去 去分散我們的市場 這個部分是每年簽 因為每年大概就是像去年的話就會要求說 在今年產季之前就要趕快簽訂 去年大概是10月份的時候 發文給各個縣市政府去通知大家說 在今年就是產季前就要趕快做這個簽約 不會 你可以選擇 像我遇過的重要是他這塊地 他可以簽說 例如說我這塊地都做一家 我簽兩分給這個公司 我另外簽兩分給這個公司 變成說你這塊地可以簽給這個公司 只是你的量要跟他說就好 你的量要跟對方說好 那你也不會說你綁定他之後 你一定可以帶給他 因為我們一塊地怎麼可以簽 那個貿易商 一塊地可以簽給兩三個貿易商 只是說我們要控管我們的量 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量可以去 跟就是給這個公司 而且你們一開始在簽約的時候 你們那個合約書就會寫到說 我們的量大概會出多少 我只要給你多少量 那其實你的量也可以給其他人 甚至你一樣這些也可以做外銷 我們並不一定是說我們簽了 就一定要做外銷 我們簽的話 我們國內市場OK 我們照自己的通路也可以 只是說這個合約書 反而是在保障說 這些業者如果要跟我們說的話 就要你們私底下 攤好的價格去收取 因為其實國外的市場變化 其實說它的量要多少 我們這邊並不一定會知道 但是其實供應這個平台主要是 不只是融合署這邊有一個資料可以管控之外 主要是其他外銷業者在他們 在這個部分也是蠻重要的 他會根據他一開始簽訂的量 跟實際出口的量 然後他們才能去達到這個 每公斤多少錢的補助 但是一定要記得 我們簽了之後 它其實它的表格後面 它有分說我們要去日本去加拿大 或者是要去做內銷 我們內銷的部分也可以做打工 然後一開始 我們內容就跟他們說好 我們不是說簽多少 就一定要給他們多少這樣 對 其實這個部分是蠻彈性的 所以其實去年的狀況是 其實很多農友就會做這個簽訂 但是簽了之後 其實去年跑到 跑國外的訂單 其實可能減少蠻多的 他們後來就是 這些單也轉到農科院去做 農科院給各個部門做這個銷售 或是開放全台灣的民眾去做 預訂這樣子 我先回到上一頁 就是在去年的話 去年全台灣總共有210公頃 簽訂要做外鄉公園 其實我們花蓮瑞瑞這邊其實在往年 出口的數量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大概這邊就210公頃裡面 就有64公頃是登陸要做外銷公園 去年其實雖然中國大陸沒有過去 可是我們在這邊像下午 下午今天會有一個成績的承班長 你們也可以跟他們請教 他算是在我們花蓮這邊外銷做得蠻不錯 也是一個限區 他們蠻多經驗台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然後另外一個政策就是 大家有聽過優質水果極端產區嗎 可能中區分屬或南區分屬 可能在這部分比較 這部分就是說我們的農友 我們可以去找我們的文單誘員 我們如果說有辦法集到10公頃的面積 就可以當做一個集團產區 然後這個集團產區就是我們 他為什麼要成立這個集團產區 是因為我們要找到 有人力幫我們輔導通路 或是說那個銷售端的人 把他加進來 像他這邊有寫 文單誘員我們先以單一型的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找到一個 有辦法負責我們通路的這些 像其實老實說 像我們可以找到哪裡 找到哪裡 麻島找到麻島攏 讓他們做經營主體 然後我們去找至少 至少湊齊10公頃的土地面積 就可以維持一個基本的集團產區 那集團產區還有一個前提是 它的面積要有六成有通過驗證 不管是通過有機還是通過產鋁 所以比較簡單說的是 10公斤裡面有6公斤有經過驗證 這樣子就符合集團產區的成立 那集團產區的成立 我們會說 我們成立這個要幹 要做什麼 主要是因為如果我們融會這邊 他願意幫我們做這個集團產區的成立 其實在基本的銷售端 他可能就要必須要求說 他可能也可能有些不一樣的價格 這個合約書是 我們跟經營主體怎麼談的 這個是沒有一定 可是你們可以在 可能你們可以在價格做要求 或是行銷通路做這個要求 這些都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成立之後 我們每一年年底 我們每一公頃會有五千塊的獎勵金 可以發放給我們的經營主體 所以說我們今天是一個合作車 我們合作車去找10公斤的油門 去做這個集團產區 這個申請其實很快 也不會很困難 申請之後其實我們每一年至少 我們在那個補助金的部分 一公斤就是有五千塊 當然你如果我們越多 越多公斤就是越多錢的補助 主要是要鼓勵我們農友 做這個集團產區 因為集團產區變成說 我們就把一個小範圍鎖起來 如果我們剛才有問題 要處理問題 我們可以直接找這個經營主體 找這個頭頭 這個也是現在的書裡面 希望大家去做一個整合 整合銷售的一個部分 然後如果我們土地面積 比上一個年度增加五公頃 還會再有一個一萬塊的獎勵金 例如說我們今年十公頃 然後我們明年 我們明年又增加了五公頃 那獎勵金 除了原本的每公頃五千塊拿得到之外 還會再增加一萬塊的獎勵金 那如果你增加十公頃就是兩萬 等於說我們就是可以一直擴大我們的集團 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那我們集團越來越大 那就是產銷班 產銷班 它現在的狀況是在合作社跟農會 會比較適合 對對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都會自己自費去驗土 驗農藥 這個部分每一件最高也是補助到三千塊 就是補助二分之一 最高補助三千塊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 今天要額外跟大家講出來是 我自己來花蓮這邊 我有發現說 我來這邊兩年 我總共輔導十個集團產區成立 但是我每次回雲林 或是回台南的時候 我會發現說 好像我們農友在 因為在這一塊比較少 比較少有聽到這個訊息 所以這個是額外 我把一些公版簡報額外 我要做這些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現在實際不好 我們有一些東西可以做 我們基本開銷的東西 我覺得要讓我們的農友知道 或是請農會也可以 請農會也可以 請農會當經營主體 農會當經營主體 沒有 就是農會 農會當一個經營主體 然後把農友拉進來 像以我們瑞瑞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是請瑞瑞鄉農會當經營主體 然後我們同時成立了 鳳梨集團產區跟文旦集團產區 然後我們找玉溪農會 他幫我們成立 然後成立紅龍果集團產區 其實這個農會 他都有辦法幫我們做 因為他們是 其實我覺得農會站在輔導端 幫我們做這個集團產區 然後後續有這些獎勵金的發放 其實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對我們農友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然後右半就是合作社或公司行號 合作社可能申請會比較困難 可能大概要三個月到六個月 過程比較複雜 但是公司行號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他有設定一些成立的門檻 因為他希望這個主體 是一個比較有實際存在性 或者是說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一個存在 所以才會建議就是說 剛剛講的這三個族群會比較適合 目前還沒有開放到那個產銷班 所以公司行號也可以 公司行號也可以 公司行號的成立應該比合作社來得快 就只要商業登記就可以了 對不對 這個部分也是可以 然後像我們最大的部分 是在我們的台東 我們那個大肉 我們有一個產銷班 他直接 他把台東市的都集合起來 然後他們找一個合作社當經營處理 他們的面積多少 你知道他們面積有200公頃 200公頃你光看你看1公斤5千塊 這個 這個光幫農友的這個 一般基本開銷或是當作農業資材 其實這個很驚人耶 而且他們的申請方式是第一年100 第一年100公頃 第二年120公頃 就是又慢慢的又可以慢慢又可以拿 因為你們一開始直接到 這是偷偷跟各位講的 我們直接身體 直接 因為10公頃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不要這麼快 就直接抱到100公頃 我們可以慢慢 慢慢領獎金 這是另外一個方式 但 這個是單一品項 因為如果說要複合品項會比較複雜 你看 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們蚊彈柚跟紅龍果要兩個結在一起 其實可以 可是你看 它會變成說它的面積就要30 然後各個品項須達5公頃 就變成說 可能蚊彈柚5公頃 至少5公頃 然後蠻果就要25公頃 這會比較複雜 我覺得就是單一型的 而且其實單一型的 我們可能如果我們集貨包裝產 或是我們通路做法 會比較相像一點 圓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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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柑橘類的 喔 沒有 因為它是用品項的 圓箱的範圍可能 它會變成複合型的 會變成複合型 欸 那個你這輩是哪一個限時的 苗栗 圓箱科 所以你可能就是說一些柑橘類跟蚊彈 也有這樣子 喔 了解 可是這樣子的話 他們可能比較偏複合型 就是我覺得先用文彈的話 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前提是 我們的面積要有6成通過驗證 就是通過產校履歷 有機有散 或者是那個 就是有機有散嘛 對 這邊 6成以上的土地取得 產校履歷 有機有散耕作 就是10公頃 要有6公頃 通過產履或是有機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有面積 可是驗證應該還沒那麼的 那麼的多 那今天的重頭器就是 產銷履歷的認識 我們在座的各位農友 有誰有申請產銷履歷了嗎 所以我們分裏面都有請 有機 有機也可以 對 所以其實我今天在推廣產銷履歷的時候 我大概都會先問一下說 在座的各位說 有請過的大概有多少 因為其實流程的話 大姐這邊一定比我們更清楚 那如果我今天看翻 好像沒有的比較多 所以我今天就換另外一個方式去講 主要產銷履歷它就像是一個 這個農產品的身分證 有什麼要有這個行為 主要是因為 一開始我們中央主管機關 我們會認證一些驗證機構 請他去農友的場地去做 他提出的他現場的書面審查 還有栽培管理跟 他有沒有符合我們的一些規範 那農民如果全部都有的話 我們就通過驗證 通過驗證的話當然就是可以去做這個鐵標 這邊很農統 這邊這個是一個大綱 主要就是在我們農友會有一個水果的TGAP 那個農業規範 我們按照規範做出來的東西 再經由驗證公司的驗證 他覺得我們都符合的話 我們會在最後一個階段 會進行農產品的抽樣 去看我們的農業了 農業要通過一遙 他就會發產銷履歷的一個標章 這樣子就完成了一整串的 產銷履歷的驗證 那像剛剛跟各位報告的那個TGAP 就是它的簡稱TGAP 它原本是台灣良好農業規範 不管是蔬菜 水果 稻米 現在都已經有各個作業規範了 那良好農業規範 其實這個去下載都會有 從這邊下載 我們不是叫文旦那個作業規範 我們是叫水果台灣良好農業規範 因為他們已經都整併了 水果類都已經整併下來了 那主要是這個TGAP它有分成一圖二表 一圖的話就是生產流程圖 風險管理表跟查核表 這個部分只是為了讓集合園來看說我們平常做到的部分有哪些 有做就打勾 沒有做就不要打勾 那生產流程圖只是 各試驗改良單位去根據我們文旦要種植的狀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它先寫出來 但是可能我們不一定遇到 每個區域會遇到問題不一樣 像最近遇到的可能 像西部最近遇到的可能是乾旱 然後東部這邊遇到的是陽光太強日照比較長 都不一樣 但是這個生產流程圖是可以提醒我們 在園區管理的時候 哪些部分是我們可能會遺留 就像我們出去外面玩的時候不是那些高雄 錢包沒帶 車鑰匙沒帶 什麼沒帶 就類似一種提醒的一個作用 對 這就是生產流程圖 它在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區域都會去說 像這邊缺乏的是什麼 然後這邊缺乏的都會過來 但是這個只有一張紙而已 其實馬上就可以看完了 不過這個應該是要列印出來 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字有一點小 風險管理表就是說 我們的場域有沒有合法衛生 或是說土地合法使用 是不是合法使用 然後衛生的部分是我們在 可能在廁所或是農藥的放置的位置 或是哪邊可能有 比較會有一些動物跑進去 或滋生一些病霉紋或是一些東西的 這其實也是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有做到的話 就是說去把它做一個勾選打勾 一開始驗證業者 如果我們真的要申請廠牌履歷 一開始驗證業者來會來兩次 第一次就是先看現場的書面審查 想說那個我們的大姐應該很有印象 第一次會來看你的書面 然後第二次大概就是文彈佑的生產期會來採果 我們不像這樣做幾年了 五六年以上 所以都是前輩你們看 那查核表就是說 它會把各個部分 可能我們會忘記的東西寫上來 那我們就去在驗證公司查核之前 我們就是去做一個檢視 看什麼事情忘記做 我們就趕快去做補證 還是說就是跟驗證公司說 說 例如說他們 我記得他有部分是做廁所的位置 那有些場所就真的沒有廁所 他就跟他說不是我不勾 是因為我們的場域規範 或是我們場域就是沒有符的這個 這個跟驗證公司去談一般都是可以的 農藥的部分的話就是這個QR Code可以去掃看看 因為我們為了做那個產業履歷 一定要符合TGAP的規範 那裡面的用藥 一定要用合法用藥或是推薦用藥 這個部分直接從這邊去查 只要你這邊查得到的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申請產業履歷要減負的文件 第一個 我們要種文彈一定要有土地 所以土地一定要合法使用 所謂合法使用 第一個 自己的土地或是合法承租地 就是這兩個 又不然就是說有口頭約 不過口頭約目前的話應用的地點會比較少 口頭約就是說 我今天我地主我沒辦法出租約給你 但是我同意讓你去做產銷履歷驗證 所以會有一個口頭約的一個聲明 就是我是工作者 然後我聲明說我在雲林的十六班哪一段 我要來進行文彈佑的產銷履歷驗證 然後就是這樣子就可以 這個部分的話是不需要地主 不需要地主簽名的 我只是聲明說我用這塊地 但是你有沒有種這塊地 地主一定會知道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們至少要去調出那個地級騰本 確定說這個騰本跟你的租約的人 提供租約的主人是同一個 然後這邊最重要的就是產銷履歷的紀錄 因為我們在申請之前 我們還沒有在帳號 我們還沒有在資訊網做帳號登陸 所以一開始我們的生產紀錄 一定是自己做紀錄的 那我們要把這些紀錄留好 至少要維持三個月 或者是一個生產週期 像蔬菜的話比較適合是三個月 但是其實文彈佑比較適合是一年 就是說你們白樓 白樓 白樓 材料 我們各個都消掉以後 我們開始要做理肥 大概從這邊就開始可以做這個紀錄 一直紀錄到隔年的七月份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 榮物一把抓到這個帳號 如果我們有在產銷履歷資訊網 這個是產銷履歷資訊網 就是我們申請帳號跟資訊登打的位置 如果我們在這邊有申請帳號的話 在同步在榮物一把抓也申請 我們在榮物一把抓做的事情 全部都會自己跑到產銷履歷資訊網裡面 那因為後面的PPT都不是公版的 都是我自己用我的例子做的 像這個爆紅果園 我用我家的住址去做一個申請 然後要跟大家講一下流程度 其實現在的系統改的 已經變得比較方便一點了 對對對 像這個已經變得很方便了 它會有12345的順序下來 那其實我們只要根據它的順序 就是那個組織管理 第一個下來的時候 我們把名字 成員 農地資料 這邊都key好之後 你就按 你就可以再跑到下頁制裁管理這邊 它現在變得比較直覺一點 你全部都打完了 要去做第二個步驟才做得下去 但是旧版的話就是可能比較亂 對 它主要分組織成員 成員架構農地資料 像我的話就是說 這邊先填我的名字一個人 然後農地資料可能在那個 雲林縣土庫鎮哪一個段 這個合併農地是你有兩三筆農地的時候 要做這個合併 那物種的話我們一定是文彈佑嘛 那像我的話可能是花生或大蒜 然後分級包裝材料處理上去 就是這個部分的話 是你們可以指定你們家裡或是哪一個 它這個不一定是要找合法的那個啦 只要你寫自己家裡也可以 或是說你平常擠貨你的那個點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個步驟 當你把基本data建立完之後 都跳到第二個步驟了 制裁管理 然後現在它變得更方便是說 我買的制裁肥料或是自製的肥料部分 不是 講錯了 我買的肥料 你只要把那個農藥的藥證 或是它的商品名 用新增的方式去搜索 它全部都會跑出來 所以你不用再一個字一個字打 它只要是合法用藥 你們一定可以在資訊網這邊找到 然後你把它建立說 你可能會用到的清單之後 它都會跑到我買了這邊 我使用了這邊 可能還有些免燈的藥也會在這邊 新增之後 然後你在栽培管理 你先按一個新增栽培 我就直接說 我這次我這三個地段都要開始去做 這個材料履歷的申請 像我們剛剛打下去的那一些資材資料 已經內建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帶進來說 我們什麼時候要開始做 這項那個制裁的使用 然後彩後處理跟系統使用權限 這個會比較複雜 主要是我們會寫說 我們才要處理我們的包裝團 要選擇哪一個 誰幫我們包裝 誰幫我們包裝 算是自己包還是委外包裝 另外一個是系統使用權限 因為我們有可能是會做集團驗證 做集團驗證的話 會有燈打員或是說 田間管理員或是總管理者 會有這些身分別的差異 我們可以去設定權限說 它是不是只能瀏覽資料 不能改我們的資訊 還是它只是單純幫我們做燈打 這就是系統使用權限可以去做一個設定 然後第四點很重要 當我們決定好要做驗證的時候 我們就要聯絡驗證公司 驗證公司名單在後面有 我們就要決定驗證公司 驗證公司你可以跟它尋價 尋價格 那順便問他說 我們的優惠可能我們白樓進行就要採 或是說我們這邊時鐘之後 我留一個區塊要讓你做採樣 他如果是有辦法過來的話 可以配合的我們就找他 或是找距離我們比較近的 像我們西部的朋友可能就是會找 可能就找中心會比較近 那我們華東其實都沒有驗證公司 我們可能就是也只能找品客 或是他可以配合我們產季的業者 確定要的時候在第四點很重要 你一定要去點選申請驗證 點下去之後他就會出現 16家驗證公司 我們就要去選擇他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你選擇之後 他一定要在半年內 把這件事情處理完 因為很多人有會說 我都把那個驗證公司問好了 他都不怪 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去做一個申請驗證 他把他的時間排去做 其他已經通過驗證的人的追驗抽樣 因為我們通過驗證之後 每一年還要再抽一次嘛 他把他的時間排去那邊了 所以他等於說新的客戶 他這邊就沒有時間過來了 甚至他也在他的形式裡沒有發現 沒有看到我們這邊有申請驗證 所以這個第四點是很重要的 那驗證的基本程序說 除了填寫申請書之外 會繳交相對的費用 那他文件核對之後 他們第一次來做文件核對之後 就會預估我們的產季配合採樣 一般來說可以走到採樣這個步驟 20件裡面應該19件都可以通過驗證 剩下的那一件應該就是林田污染比較多 因為我們現在農友 已經對我們的田田掌控已經很清楚了 不至於會發生停要期 時間抓不好的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基本上有到採樣的話 到後續發震其實都是還蠻順利的 但是要耳外講的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被採到用藥不合格 我們前面繳的費用也是要繳 因為他們都過來菜 他們的人事成本都已經出來了 這個部分的費用還是要付 那驗證的話有分 剛剛跟各位報告的個別驗證跟集團驗證 像個別驗證的話 可能說我們自己的面積夠大 還是我們要打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們會選擇個人驗證 那如果說像稻米跟雜糧 他們比較常使用的是集團驗證 可能一次四五十個農友 或是三十幾個農友 直接用100個 100個這樣去做 他們就會用集團驗證 因為他們這樣子這麼多人 跟這麼多面積其實也是收一次的驗證費 它不是針對每一個人 可是我們個人驗證我們一個人 它只跟我們一個人收 所以是相對於說驗證費用的多寡 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你集團驗證今天假使你的商品上市了 被抽到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有十個農友做文彈優的集團驗證 那今天上市某一個人被抽到 應該說我們這個集團被抽到說有用藥不合格 那是不是商品可能會被下架 對 這樣子有兩個 對 這個狀況就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 這個文彈優回溯 只能回溯到這個集團 那可能這個集團的所有文彈優 對 這個集團的文彈優都會被下架或回溯 但是如果我們資料做得夠好 我們批示管理做得夠好 我們有辦法回推到說這一顆文彈優 它是十個班員的某一個班員 這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就會變成說只限制這個班員的 其他九個班員就不受影響了 大哥你好 其實這一罐的話應該是在 兩個款交班裡面 它有時候很不合格的 對 因為我們是體體認證 但是都可以丟受 你只要把它列列好 其實只會影響到其他的感覺 對 但是我大概就說一個 作為可能是選擇 或是選擇或是選擇 因為其他變成的關係 對 但是在追蹤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在 飲食文界 草莓山的飲食文界裡面 可以選擇 選擇的選擇 對 對 對 就這樣大哥補充得非常好 不過因為我們以前有遇到 像在那個 很多雜糧他們可能沒有做到 那麼的確實 因為我們在 因為我們水果可能說 在後來集貨的部分 有個別集貨 然後再重新 再統一集 收集到一個地方再出去 他們摺米花 可能是來的 有可能都泡泡沙灰 所以他們會被 他們比較沒辦法像我們 蔬菜或果樹 有辦法 就像大哥講的 大概一個斷點 就分出來 所以很常遇到喔 像去年台東有一個 某廠牌滿大的一個米廠 他也是發現了 兩次抽到不合格 但是回退回去 哇 百多放了 有什麼人放了 都不知道 所以他們就被終止驗證了 然後又隔了一年 才要經過內部的改善 去積而改善他的流程 進出或者方式 才又回復驗證 對 所以有這個差異產生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資料 做得好的話 我們是不用擔心 在集團這個部分 其實在果樹相對 我相信各位前輩都 都有辦法把這些東西 做得非常的好 你很聰明 我們目前就是說 很多剛好10公頃對不對 他10公頃都通過有機或有散 他直接10公頃 直接去聖延集團產區 你這樣多少你知道嗎 一公頃 環境補貼一公頃是不是一萬五 這個補數是不是兩萬 五千啦 這樣是不是就兩萬了 對啊 我後面會講到你很聰明耶 哪個縣市的 所以農會這邊可以去處理 對對對 因為農會的話其實 我們瑞稅農會其實也有一個 大概已經有成立一個 三十幾公頃的集團產區 對對 對 但是經營主題要選擇 這個後面我會跟大家補充 我們通過之後 就是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應該在全聯加入服都很常看到的一個標章 這個基本款的產銷履率標章 就是會 這個綠色TAP QR Code 然後品項 生產者跟生產地 這個QR Code很重要喔 這個QR Code就是消費者拿手機去掃的時候 它會把你這一整年的生產過程全部打出來 像你什麼時候 像我們早上那個劉起祥研究員他講 我們採收後就開始理肥了嘛 你那些東西如果都打進去 消費者就看到 你幾月幾號理肥 幾月幾號除草 酥脂 或是說栽培管理用藥 全部都會打在這上面 這個部分就是現在食安 就是因為我們食安法的推展 還有消費者對這個部分的要求 就是這些資訊都會介入在上面 甚至它的第三個選項 可以看到你那塊田地 某某段 某某地段 它都會可以顯示說 這顆果是從哪邊出來的 就是掃進去 它掃進去的介面是這樣 掃進去 如果用手機 甚至手機介面嘛 掃進去就會有履歷資訊 作業基準跟生產紀錄 然後它就會出現產品名稱 這邊用大豆做舉例 大豆 然後生產者 然後地點 嘉義鋪子 你看這個有小段對不對 這點進去連它是哪一個地 都出了來喔 對啊 都出了來 然後詳細的生產紀錄 它就是你們就是在 一開始你們打了就會 就會出現在這邊 全部都會出現 對 產銷履歷的標章有很多 這個 這張pop slide 是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它把各個 各個狀況都弄進去 我們用比較清楚的那張講 然後一開始就是 我們真的成功 拿到產銷履歷之後 就是我們可以開始做貼標吧 它的標的標章有一定的材質 就是這張標它是貼在一顆西瓜上面 可是這個人們撕起來再重貼 其實有機會被人家拿來投用 有機會 是真的 但是他們現在開始有做那個 就是房屍 它上面會有個叉叉 會有一個 撕起來會可能會有破掉 還是什麼的疑慮 但是我不敢保證說 技巧比較好的 人們完全撕開 我自己有偷偷撕撕 偷撕過 慢慢撕還是有辦法撕出一張完整 可是以表面跟你聊聊 但是冒用標章的話 有法則很重 所以我們這有後面再談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它把全部的資訊都打在那個商標上面 然後它就變成說它的標就很大張 然後有些人選擇方式是它用小標章 然後因為它是罐裝產品 它就變成說一般不會變的資訊 像生產者 生產地 聯絡地址 電話 幾乎都不會變 所以它把那些不會變的印在外包裝上面 它只單純貼一個小標章 這小標章揭入的資訊 就是一定會變的東西 就是說包裝日期跟保存期限 這一定會變嘛 不可能每次都一樣 所以它就變改用小包裝來代替 對 小貼紙 那產銷履歷農產品一定要包裝嗎 不一定啊 你看 以水果來說 它們現在都王來 一顆 都很大顆 都兩間外 都一顆打一張 家樂府的形式大概都是這樣為主 一顆打一張 因為現在都一顆做一個 變成一顆打一張 像是蔬菜模一樣 這樣縮起來 一倍就打一張 但是那種蔬菜箱的為 我們可以直接一個大的箱子放進去 直接大箱子貼一張就好 就不用 不用這麼費工 一張一張慢慢打 那標章的話有分成寬版跟窄版 窄版的話它可能就是把資訊寫在它的外包裝上面 例如這個 這個是加工過後的產品 你看它這些東西基本上都不會變 所以它就不想把這個放在這邊佔空間 它的商標直接就是驗證機構 四號日期保存期間 這樣就結束了 因為其他東西都不會變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要稍微考一下大家 它雖然有點 這邊有點折 但這個是我跑去前年拍的 這應該是 這宜蘭的 這兩個貼法 有一個貼標是不合格的 大家大概看得出來嗎 右邊不合格 對 因為你看喔 它其實這個外包裝有把生產者 生產地連絡進去都寫進去了 然後其實這兩個標都是小的標 都是一樣的 但是它這個 它的外包裝袋什麼都沒有 它只說它是產銷履歷香蕉 保存期限製造日期 包裝日期跟保存期限 所以我們根本看不出來說 這個香蕉是什麼 是我們修崩蕉還是瓶洞蕉 還是家具蕉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不符合 不符合這個貼標的一個程序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案例 這個部分是 我們的蔬菜今天給別人包裝貼標 但是這個標的那個 那個農產品經營者 是要我們驗證者本身 這個部分它犯了一個錯 它今天請某某公司包裝 結果它的生產者 是把它打成某某公司 這就不對了 因為我們只是請它包裝 生產者還是我們 所以說它不能以經銷商的資訊 帶上來 這個應該很簡單 除非說我們有委託 它來幫我們做 這個是另外一個區塊 應該是說 一開始農口端誤會 因為農口端可能會覺得說 今天是它給我包的 所以我就直接 我在系統就是直接 又額外去key它的名字上去 這是一些誤會 那這個部分就是 比較重要的是 今天如果你沒有驗證 你拿別人的標去貼 或是你自己自製標章去貼 這邊會罰20到200萬 一般我看到這個很嚴重 因為為了保障我們做驗證者的權益 這邊一般都是罰到200萬比較多 你沒有做 你把我們帶 這樣我們這麼做的時候 你把我們當作白癡嗎 不可能 所以這邊一般都是會罰到200萬那麼多 然後6到60萬這邊就是 我沒有經過驗證 但是我把我的文彈用 放在網路上賣說 產消履歷文彈用 或是說那個 藥流斑 藥流斑的那個 以外 產消履歷石流斑文彈 類似是這種方式 這樣子 這樣子就會被 財法6到60萬 但是他今天如果更超過了 他又去貼標 他又不知道去哪邊去印刀標去貼 只要用了標 就一定是幾乎是200萬起跳 我們就是用到那個貼子 然後這個部分 為什麼這邊都會 這邊的採訪好像就比較少 而且還會有個限期改正 是因為我們通過驗證的業者 可能在作業的過程中 會有一些疏失或是遺漏 可能說今天標不小心掉了 標不小心貼 或是貼錯了 資訊寫錯了 但是我們都這麼辛苦的 做財道理驗證了 我們不可能直接做採訪 我們一定是會輔導你們說 大姐你們這邊可能有些資訊少寫 或是說標掉了 我們會用輔導的方式 幾乎是要旅券不定 才有可能會罰到3到30萬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不用擔心 幾乎沒有人因為做產銷履歷被罰錢 幾乎是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有做產銷履歷 需不需要一定要貼標 如果有做是不是一定要貼 如果我們說我們是產銷履歷文旦 是不是一定要貼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沒有說我們是做產銷履歷文旦 這樣需不需要貼 大家觀念都很好 我今天就不用說了 對 其實我們有說我們的產品 是產銷履歷農產品 才需要貼這個標 如果我們今天做驗證 我直接講 我直接講直白一點 如果我說我們是為了基本的驗證費 我們有做這個申請 但是我們礙於我們的人工 我們沒有這個開口 我們要收來 他現在要做這些 我們沒有人工可以去打這個標 沒關係 我們變成說我們的外包裝 我們就不要去寫說我們是產銷履歷文旦 就不用了 我們就一般的文旦的方式去賣 我們就不用強制要貼這個標 其實我覺得貼標是在於說 消費者可以知道我們的來源 但是我覺得限時考量段是 現在我們也很欠缺的 你說要一張一張大 你看你一個10公斤的巡腕 你看我們每次都百多傷 你要一張一張是真的 其實也很累 所以就是說我們有所取捨 但是我目前看到 如果是在網路販售端 可能它這個部分賣的話 基本上會貼標 一定要貼標 因為我們網路上很多賣 它都會寫說產鋁文旦 這個部分最好是要貼 因為買你的文旦的不一定是消費者 買你的文旦的可能是 其他縣市政府的積合園 那積合園買到的話就很麻煩了 他就會說 這是那個水買的 他說產銷履歷可是沒有貼標 這個部分可能又要勸導 或是有後續的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才說 你有宣稱就要貼 沒有宣稱沒關係就不用貼 然後這個很重要 最近我們宜蘭有一個農友 他很開心打電話來的時候 他要申請果樹的生產設施設備 那我們前年也是希望他通過產銷履歷 我大概上個月跟他講 他這個月就跟我說 產銷履歷通過 我說哪有可能 你不是這輩子在拆萊子而已嗎 他說有啊我真的有產銷履歷啊 我請他傳給我看 他傳了這個給我看 結果後來這不是 這是QR Code 我相信大家各位應該都有申請過QR Code 基本款哪個可以去農回行程 然後可能為了就是申請大小型農機具需要的 我說沒有啦 這是QR Code 這個標也有這個QR Code 可是這兩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這個產履歷的路 你這邊還很長 你可能要明年才能申請了 他很多農友會誤會 他會想說有這個東西可以掃 這個是產銷履歷 沒有喔這是一般的生產雖然QR Code而已 這不是產銷履歷標章 產銷履歷標章一定有這個綠色的TAP 這個只是為了方便我們做掃描 像我們現在去報名演唱會啊 或是報名參加什麼學課程 這個只是一個媒介端 這不代表說他等同於這個 你說 你說這一個嗎 這個應該說他不是錯誤 他這個是QR Code 生產追溯條碼 生產追溯條碼 一般的生產追溯條碼 就是說一騷下去 可以知道說他去哪裡買 但是他就沒有生產紀錄 沒有其他的那個栽培管理 那這些方式就沒有出來了 這個工所跟農會 他會幫你拍張照 然後會把資料送給當地的分數 像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一般去可以去瑞稅農會 他會幫我們弄 他就是照完相之後 然後就會把資料給我們分數 我們這邊做這個審核 那可能有些農會超市 會要求基本侃就是要這個啦 農會超市可能會比較要求 那現在就是說 可能我們在水果的產業 比較少在申請大小型農機具 他們10年會比較多 他們幾乎都會申請這個 因為他們是為了申請大小型農機具的補助 這個就是基本侃 但是我們文旦又比較少去申請大小型農機嘛 對 那產銷履歷對農民的好處 當然這個是屬的 自以為的啦 他們覺得說好處很多很多 可是其實我 我仔細我問農友 我覺得說你現在做產銷履歷 你覺得對你們的油點是怎樣 他們大概是說就是 生產紀錄累積 因為以前都怕在床 怕在旁邊有的 可能都會忘記 然後他們透過這個系統 他可以去知道說 產量的變化跟他的用藥的變化 跟季節的對應 他們可以去改進自己的累積經驗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順應國際食安 這個部分就是很多人在打 打那個全聯品牌的 他們覺得說 他們是比較符合這一點 然後個別驗證的話是專業 當然是創造那個品牌價值 這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歸類出來大概就是這四點 我們以前應該記得頂心牛奶 不是 講究頂心有出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很奇怪 有的風波結束之後 受到影響的是牛奶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因為衛權跟他們收購牛奶 可是其實這些牛奶 都是在台南的友營區 這些洛農戶其實他交牛奶出去 他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情 我交我的牛奶出去 今天頂心有出事情 變成全部消費者都沒有我們牛奶 現在全年就有買一松一大特 我覺得那一年就是很多 而且那一年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有很多小龍鮮爐的崛起 但其實那時候最大的差異是說 我們到頂心的事情頂心的有出問題 那牛奶有出事情嗎?可能有一兩件 但是你跟七八十場去收 消費者會怕你出問題的是哪一個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有做這個履歷的話 我們很清楚就知道 可能是牛營區的某某的落榮業 那我們下營區西港區 這些根本不會受到影響 這樣就不會造成說 你一個做不出問題 全部大家都跟著著遭殃 所以其實產品出現問題是可追溯 這是對我們認真做事的人做一個最大的保障 不然你看到頂心他們的出事 他整整一年 整整一年喔 林鳳寅鮮乳大特價 兩罐大罐的馬一松一 這是在掛一個小朋友小罐的 但是那一年開始也很多小農 像我們雲林輪輩的那些牛乳 清涼牛乳他們也都出來 他們也都 牛奶也有在做坦桥鯉利驗證 可人家的平板也打得很好 但是在我們雲林輪輩那邊 對啊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 因為我們都是守規矩的農友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因為如果說今天有比較缺乏栽培的 是說 我講直白一點 就是說阿公阿嬤放給牠的 牠也沒在插 可能就是要修的時候 回來清掃用用的而已 還是說像這個噴噴的到要採收 我們不然我們的通路是一樣的 我們像說交給農友 或是交給同一個保障上 這樣出事到底是要抓什麼人 但是我們有做財女 我們可以知道說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沒有做財女或是其他 其他那個冠型農法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一個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 因為我也不想去採法 去採法到農友這樣子 時間快到了 我剛剛跟各位講最重要的 我們申請驗證補助 我們不管驗證費多少 不管多少喔 因為它會根據面積 有不同的收費 政府都一定會補助三分之二 比如說我們今天花三萬 政府補兩萬 我們想說還有一萬塊 還有一萬塊 沒有在哪裡 其實另外的一萬塊就在這邊 我們這邊有一個資訊服務專員 你會根據面積 去有一個資訊服務的費用 一天是一千四百 大取決定一天的話是一千四百多 然後它會根據你的面積 去有一個換算 例如我說例如這面積比較大 例如說以稻米來說 它有五百公頃 五百公頃它可以領到 一百六十天 一百六十天 一天清洗 你自己說看看 一百六十乘以一千四 這個費用很可控 這一定會超過我們 剩下政府沒有補助的 三分之一的驗證費 當然這個是五百公頃 其實我記得基本十公頃就 這個要有一張表 我記得五公頃好像就有十幾天 十幾天大概就一萬多 其實就卡不過去 而且當打費最大的差別說 它是領一天的錢 但是你可能 你可能你只打了五分鐘 你今天只打了五分鐘 但是你就拿到一整天的錢 我都講得比較直白一點 然後就是在電腦條碼機也是有補助 再來那個是 如果是集團驗證的話 它可以申請條碼機跟電腦 個人驗證的話 可以申請條碼機 就是列印標件的條碼機 對對對 好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環境補貼每一年 當然沒有比有其多 環境補貼每一公頃 每一公頃有一萬五千塊的補助 如果我們今天 其實這一兩年有開始在推 果樹的部分想要推 產銷履歷升級版 就是plus 我覺得農友可能 也可以朝這方面邁進 如果我們有通過升級版的話 這邊的補貼會從一萬五變成兩萬五 一公頃多一萬塊 可是升級版 確實要求的更多更困難 這個也是屬今年開始在推的 所以我們也開始在慢慢找 找榮友配合說 看有誰想要去申請這一個 你說怎麼樣 對 風槍也可以 不過風槍的計算方式比較不一樣 它是至少要達一百箱 然後就是這邊就會給一萬塊的補貼 然後每增加一箱 有一百塊增加這樣子 你沒有氧風嘛 對 這個部分也是可以的 然後它有級數可以慢慢上升 對 然後這邊有教我們 我是去年通過驗證 面積為一百公頃 那今年 可以可以可以 升級版是屬今年開始慢慢在推的 它主要說跟一般產道理育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還結合碳會的東西 所以它要求的 它可能要要求的紀錄 或是田徑管理的東西會比較不一樣 但是因為這是今年 正在推的東西 我們還要慢慢去摸索一下 所以我們才說我們今年還要再找業者 去跟他們報告升級版 因為連我們分組這邊都還正收到資訊 說要培訓我們去認識升級版 今年才開始 只是我先把資訊公告給大家 對 這個 這個還蠻恐怖的 你看如果說今天雜糧它一百公頃已經有了 但它通過升級版是變一公頃是變兩萬五耶 這 這是多一百萬耶 對啊 那產校履歷環境補充申請時間是每年的 9月1號跟9月30號 這個不用擔心 這個驗證業者會幫你們申請 這個你們不用擔心 那我們可以提供輔導其實也不用打這個 你們可以選擇這個電話 可是這個可能會比較久 它還要等到它拍樣才會去你們現場 你們直接聯絡當地的分屬 像花蓮的話直接聯絡我們東區分屬 我們直接約時間就可以去你們家做輔導 甚至我們可以把電腦帶出去 直接現場教大家把地段提到這些資料都key好 那現在教育信念的話 會針對做產群的業者會有一些行銷 行銷改善或是說行銷補助的計畫 教我們怎麼去行銷我們的那個產校履歷融產品 你看現在幾乎都是以產群為主 不管是學校營養午餐市集或者是國軍副食品 也都慢慢地步入這個軌道了 這些然後行銷推廣也是都開始以產群為主 學校教育因為現在食農教育也都慢慢納入 甚至把這個東西帶入學童的課程裡面 縮原餐廳的話 現在也都開始使用那個產校履歷的食材 慢慢地去推廣 等於我們這母端從源頭 就是除了從源頭輔導農業升級之外 在末端 在通路端也去慢慢要求 帶動就是業者喜歡也願意去用產校履歷的農產品 對 然後 這個就是目前最新的驗證公司的名車 總共有16間 大家可以稍微記一下 我這個泡片都丟在這邊 大家如果有要的話可以直接來拿 好 那這個是今天報告全部的資訊 這是容量署的QR Code 產生履歷的臉書 然後TGAP的下載 資訊網這樣子 在它做一些資訊 使用那些資訊 可以接受 它是第二次在第一次 在第一次 這次 我們要結帳